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开花馒头的做法 首先准备400克面粉 加入4克酵母粉 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200毫升的温水 用筷子一直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 像这样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在小碟子里面加入3克小苏打 再加入一点点温水 用筷子搅拌至小苏打融化 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醒发好的面团里面 下手把它们揉匀 再加入60克红糖 40克红枣碎 然后下手再次把它们揉匀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把揉好的面团移到面板上 用手搓成长条 然后直接用手揪几个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稍微整理一下 依次放入蒸体内 二次醒发10分钟后开水上锅 大火蒸15分钟后再焖5分钟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的开花馒头非常的蓬松暄软 不塌陷也不回缩 个个开花 香甜又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